口腰清晰條理分明 北檢針對趙鋒金喜簽案 作出說明 正常記者會美女檢察官 負責解說相當具有邏輯性 解釋繁瑣金融問題 成了記者會亮點 趙鋒商銀被認為 沒有辦法有效解釋 紐約分行還有趙鋒商銀 在巴拿馬分行之間的可疑交易 他是檢察官王佩如 這一回針對紐約州金融 服務管理署的新聞稿 逐條翻譯整理 北檢會讓他擔此重責 要從他的經歷背景說起 今年31歲的北檢檢察官王佩如 從台大法院所畢業 英文多以接近滿分 除了拿到紐約大學 法律硕士學位 更擁有紐約州律師資格 從司法官訓練所 53期結業之後 在北檢擔任 富幼專組檢察官兩年 喜愛貓咪也愛旅行的他 去年底跟律師男友 還特地在海外舉辦婚禮 我們會去參考很多 客觀的因素 譬如說到底被害人 他是怎麼反抗 王佩如過去就曾上過節目 外型亮眼 更擁有身高 170級的模特兒身材 談吐優雅 備受青睞 身為王佩如 台大研究所的指導老師 更說他本來就預料 他會因為處事明確俐落 而紅起來 趙鋒金前董事長蔡友才 以及現任董事長徐光熙 一個被告 一個證人身分 有了財貿兼備的 王佩如檢察官出馬 是不是能讓案件 更快水落石出 備受關注 記者宋俊和慧如SNG小組 台北報導